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測試一天就是測試 Makeup Forever的 Ultra HD Invisible Cover Foundation 其實我也聽過很多Youtuber說過這個粉底 也有很多朋友留言 request我拍的 所以我自己也很有興趣想試 這個價錢就是港幣380元有30ml或者一個Fluid Ounce 我也覺得它是比較貴 和我上次測試的Shiseido的價錢是差不多 它比Shiseido更貴 它是法國製造的 而且我也有留意它的成份表裡面 我看到在尾尾是有香料成份 和酒精成份的 但是因為在尾尾就應該不算很多 但是如果你對香料或者酒精敏感 可能也要提防一下 就是小心一點 先試一下上鏡 買回來就在這個盒裡面 然後打開它就是有支粉底 我買的顏色就是Y235 這支粉底就是超高清無瑕粉底液 也是Makeup Forever其中最好賣的產品 它總共有20 是不是1 2 3 4 5 6 8 20 對 20隻顏色選擇 它有獨家成份叫做CK Complex 有唇油膠粒子 Pure Focused Pigment 這些全部的資料我都放在info box 免得我這條片太長氣了 另外也有這個量彩提升份子 可以改善暗沉的問題 令底妝的色調自然均勻 還有一個透明質酸的粒子 就是可以24小時持久滲透肌膚 令肌膚得到足夠的水分滋潤 上妝後就足夠舒適 還有全日持久不脫妝 經常說到天花龍鳳感 很搞笑 但是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今天的天氣也是有太陽 但是比較多雲 就是26至29度 相對濕度有66% 包裝也是沒什麼特別的 黑色、銀色和透明 然後就有個蓋 然後裡面也有個泵 我覺得這些包裝應該叫做實際派 它真的不是售賣什麼花巧的東西 不是售賣包裝 是售賣這件產品的 這支照片給大家看 都可以滲透的 就不是說滲透一聲 但也不是說堅持在這裡 它也有慢慢滲透在手上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看試相片的效果 好了,不好意思 今天有點雜音 因為實在太熱了 我今天上的Base 就會用Chanel Leblanc 這個叫做Light Creator Brightening Makeup Base 有SPF 40PA 3個加 這個可能會影響底妝的顏色 因為它是一個 有亮白功效的 Makeup Base 我今天用的粉底掃 就會是Real Techniques的Expert Face Brush 因為其他掃都還沒洗乾淨 那我就塗右邊臉給大家看看 那塗上面的感覺 我都覺得 一來是挺容易推 而且也有一點水潤 感覺上是比較薄的 就不會覺得很厚 遮瑕度方面 我都覺得它是中等 很多瑕疵都不算太遮瑕 但是表面上是會均勻了膚色 而且看來膚質好像好一點 它有一點光澤感 那摸上去的感覺 其實都是比較薄和潤 其實看上去 我都覺得是挺薄的一隻粉底 不會說很粉很厚的 暫時我都OK喜歡的 唯獨是那個遮瑕度 它銷售是一個HD Foundation 其實我對它的遮瑕度 本身是很高期望的 但是 有一點失望 因為它真的不是說 做到很遮瑕的效果 我再上一層 看看能不能夠增加遮瑕度 其實再上一層 是能夠增加遮瑕度 這方面我覺得OK 不過 變了妝就會更厚一點 顏色方面 我照鏡看 我覺得是挺適合的 但是上鏡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知道上鏡跟真人看 真的有一點差距 但是我現在本人看 就覺得是OK的 不會太黃 我再上另一邊 臉給大家看 其實我覺得薄薄第一層 是做到一個挺自然的效果 反而不知為何左邊 就沒有那麼亮 為何會有 為何會這樣的 我在鏡頭看也是 左邊好像是MAT 不知道是否燈光問題 但是我看到我皮膚都是有些 少少乾紋的 都是在我平時乾的位置 就是它都是會有卡住 一些比較乾的位置 就不算好像很滋潤著皮膚 但是乾的程度我覺得 暫時來說 我覺得不太嚴重 暫時來說 我覺得效果也是不錯的 比起我上次試過的Shiseido 我覺得這個妝感是漂亮一點 是潤一點 比較適合我的膚質 遮瑕度我覺得兩隻都是差不多 整體我覺得整個妝容都是OK的 看來拍照真的挺適合 還有可能我拍攝那些都會比較適合的 我現在給它一點時間設定 我化完整個妝容之後再回來 好了 我現在化完整個妝容 現在時間就是早上10點56分 我們就當是11點 老實說我覺得是挺滿意的 可能我一些膠乾的位置 我自己都要做好一些保濕的打底 我今天沒有上映像 我覺得它的光澤感 都是比較自然 不會太重 但是都是有一點絲質的光澤感 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看的 不會太亮 尤其是如果要上鏡的話 起碼它不會太亮 我未上定妝粉 感覺都是比較爽 不會覺得很絕著皮膚 很粗很粗很厚 剛才上光澤和燕脂都是非常滑 就不會卡住卡住 一塊塊的 這方面我都挺滿意的 對 整體上就是這麼多 我現在會上一上定妝粉 因為今天外面也是挺熱的 還有我一會兒會關掉冷氣的 上完定妝粉的妝感 就會好像更加完整 那我再過幾個小時 再回來和大家匯報 好了 那現在時間是 其實都是兩點半而已 我一直在設定拍片 不知道這些vlog加入這些測試會不會好看 因為我覺得我有少少抄Tati 因為它是有這樣做的 但是我又覺得好像每一條測試片 測試片 就是這樣坐在那裏 報告 可能大家都會愈看愈悶 那其實是因為加上我現在的相機 要用來拍一條新片 所以我要用這個vlog camera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的相機 沒有電 然後另外一塊電又還在差 所以我暫時是 什麼都做不到 幫我暫時的Foundation都OK 現在是打了燈 我覺得這個Foundation真的很好 剛剛有些朋友留言 我電話在哪裏 剛剛有些朋友在Instagram留言 我覺得這樣很好 可能我每一次拍攝視頻 都會拍張照 大家留言說一下你們的用後感 我可以在這條影片說完 有人說我偏油 用它保持不久 4個小時左右就出油了 所以 始終每個膚質都是不同的 Tina都WhatsApp 聽一下 不過暫時感覺不錯 我還是有開著冷氣 因為實在太熱了 尤其是打了這些燈之後 不開冷氣 所以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喜不喜歡這類型的測試一天 即是加一點Vlog進來 不過其實我每一次拍測試一天 我通常都是要全天在家 因為我喜歡用大機去拍更新的 可能遲些會轉的 可能可以變一下 加一點Vlog 好像沒那麼悶 很害怕 Yeah give me 5 Yeah give me 5 Yeah give me 5 Give me 5 不行了 有另一隻 OK好 好了不玩了 不玩了 有另一隻 你幹什麼 傻豬 好了那我拍完這條影片 我再過幾個小時再回來了 現在晚上是6點24分 即是過了7個小時 已經 剛才Vlog完之後 我都出過街 我去寄了一些東西 外面都OK熱 又不是超焗 然後我待會都要出街 再帶波波去洗澡 但暫時感覺還是OK 我又不覺得它特別 好油好油 我覺得它的控油方面 是做得不錯的 雖然右邊 上了定妝粉那邊 其實跟左邊 現在都不是太大分別 我想定妝粉 都脫了一點點 但也不會覺得很油膩 塞骨這些位置 其實還是很爽的 只不過是面部的中心這些位置 可能會潤一點點 但也不是很滑 很油的 雖然打了燈會更加反光 但其實它也不算反得很厲害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真的試過很多粉底 去到晚上那個反光的效果 是很厲害 好像很油的 但我自己覺得 像是多光澤感一點 就不覺得是看起來很油的 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或者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但我自己覺得它是比較乾的 對我來說 一早已經說了 它有一點點卡住肝紋 但起碼它不是油膩 我自己也覺得OK 這款我真的挺喜歡 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都留言跟大家說一下 你覺得怎樣 質感是挺薄的 所以我都明白為什麼 這麼多人在推它 那我再過幾個小時再回來 Hello 現在時間就是晚上9點07分 即是現在total已經過了10個小時 去到現在這個小時 就真的開始覺得油了 那我今天都出了街 出了幾次 那我覺得我都開始有點出汗 剛才帶波波去逛街的時候 那還有呢 都看見都脫了很多 我臉… 我臉… 這裏有粒東西都現了出來 還有很多瑕疵都真的出來了 整體來說 我自己就挺滿意這個粉底 它雖然開始有點亮 但始終都是有10個小時 我亦都沒有補過碎粉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能如果 定時補碎粉 效果會更加好 另外它有一點分別的 但是我喜歡它 不是說很一塊塊 很不均勻 而且都不覺得它真的有氧化 我不知道大家在螢幕看 有沒有覺得黃了 但是我自己在… 尤其是打一燈之後 都覺得是挺白的 可能比我膚色更白一點 那我覺得上鏡的效果 是真的做得不錯的 那如果你說真的持久度的話 我都覺得是… 算是這樣的了 自己挺滿意的 那如果你也有試過這個粉底 就記得跟大家說你的膚質 和你的用後感 那如果你之前想著買的話 那我這條片消不消到你呢 那都留言告訴我吧 暫時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下一條片見啦 拜拜